MIRROR成均五周年的大日子 今天齊人現身迪士尼包場與鏡粉見面 一起玩機動遊戲狂歡之餘 當然不少得發生巡遊人物 五周年當然開心 整班人一起走那麼久 經歷了那麼多事情 還有今天這麼開心 來到那麼大的樂園玩 還有粉絲一定是高興的 大會公佈今天有12000人入場 不過早前就有傳 今天活動有人炒洞飛 要以半價出樣 這個我們不知道 我們當時是在澳洲 澳洲回來之後 就要慶領陷林要排這個show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外面賣票 公司的市況是怎樣 沒有很多事情都不能控制 如果這些事情都不開心 有很大件事 反正如果一會表演得不好 我們就不開心 我們就關心表演 那一環多些 相信真鏡粉都不會買黃牛票 不過早前都有粉絲誤送編告 花過1000元買MIRROR簽唱會的票 給錢之後才發現 根本就沒有簽唱會舉行 都心痛的 始終那裏都1000多元 都不是小數目 還有覺得很衰 利用他們可能想見我們的心態 去欺騙他們錢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是那麼好 希望大家都小心點 Lokman又提Fans 支持他們有很多方式 不要花太多時間排隊看他們演出 希望大家可以用時間做更有意義的事